原世凯的口碑并不是太好,后人承认他的能力,但是又痛恨其奸诈。 为了获得民国大总统之位,原世凯翻云覆雨,威逼孤儿寡母退位,亲手灭亡了亲王朝。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,原世凯倒行逆势,公然称帝,而后被全国人民讨华,仅仅83天后便狼狈死去,而这也成了原世凯一生的污点。 除此之外,原世凯还有一个洗刷不掉的污点,就是他被判光绪皇帝,主动投靠慈禧,然后害了谭四同等六君子被杀,被人定性为一个十足的小人。 但是,事实真是如此吗? 原世凯写给哥哥世宣的一方信中,解开了这一谜团。 原世凯在这封家书中,详细叙述了事情的原文。 原世凯在家书中,首先向哥哥叙述了自己面临的困境,可见六君子被杀这件事,也给他造成了不小的困扰。 原世凯本来对变法非常同情,对保皇党的纲领也比较拥护,认为哥出腐败的老臣,施行维新政策,确实是哥出国家弊端和一副颜料。 但没想到慈禧太后却在一根园中得知了指引消息,于是便准备废掉光绪皇帝,让光绪皇帝的兄弟再掏继承皇位。 由于计划不周密,被保皇党打探到了消息,于是光绪也果断采取行动,拉拢袁世凯包围一和园,将慈禧等人一举拿下。 袁世凯接到皇帝的执意后进退两难,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按兵不动,经过一样的挣扎之后,第二天则将军队驻扎于京城,准备剑机行驶。 当时,袁世凯只身进入北京面见光绪皇帝,经过一番密谋之后,在出宫的时候,正好遇见了荣禄。 荣禄发现京城军队被调动,于是便向袁世凯询问此事。 袁世凯心里一光,就什么都说了。 荣禄听完之后大惊,赶紧带着袁世凯去面见慈禧太后,慈禧下令将康良保皇党一网打尽,便把行动就这样失败了。 六君子被杀后,袁世凯也非常痛心,他在出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愧疚之情,断送维新六君子之生命。 帝之后,也,他自己也料到,后世对于他的反复如常,必然会唾骂不已,但对于当时的袁世凯来说,也确实是无可奈何,因此,变法失败虽然是由袁世凯造成的,但是任何人处于当时进退两难的境地,或许都无法做出果断的选择。 对于当时的袁世凯来说,根本就不存在投机之说,因为当时任何一方的成败都掌握在袁世凯的手中,如果袁世凯派兵包围一和园,囚禁慈禧,光绪自然不会亏待他,其地位必然在当时的荣禄之上。 但是,投靠此起,袁世凯却始终有顶头赏子,所以投机这一词,并不适用于当时的袁世凯,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当时的袁世凯仓皇之间做出了一个决定,也正是这个决定让他阴差阳错地走上了权力的巅峰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